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一生再见 其实永远地离开 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生涯中 宁树藩先后主编了《新闻学词典》、《新闻学基础》 和《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等经典新闻学著作 2016年3月6日 宁树藩教授在上海逝世 享年95岁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陆叶教授 在对他的追忆文中这样写道 他们这一代学人 那些真知灼见 就是这样一点点 扎扎实实从固执堆里产生的 他们走了 复旦新闻学研究 史论结合的这一脉传统就断了 那一代读书人 学术就是人生 学者的方式 就是全部生活方式的单纯美好 也被带走了 这是新闻系七七级系友 送给学院的油画 端坐在答辩桌上的六位答辩专家 如今 君已经现实 很多人用山高水长 来形容宁教授的智学风范 然后我个人对他印象最深的 就是他的智子情怀 2016年4月29日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陈金华先生病逝 享年56岁 他会亲切地和学生发短信 道祝福 关心大家的日常生活 对于深厚事 他亦以平凡为上 不开追悼会 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 并将遗体捐赠 说起陈老师其人 他的助教回忆说 陈老师非常敬严 胸怀宽广 认真负责 他的室友说 他非常优秀 能力极强 包容宽厚 逃离不言 下自成熙 去陈老师的助教回忆 做他的助教是既幸福又惭愧的 幸福的是 陈老师事无巨细 会认真地将一切安排妥当 而惭愧之处也在于此 每次讨论课 不管他去多早 陈老师都早已在教室里 准备好了投影 话筒和影响 从课堂的管理组织 到讨论课本身 他参与讨论 到课堂前后的这样一个准备 和最后结尾的时候 给大家的分数 给大家成绩的这样一个认定 事无巨细 陈老师都是亲自参与 非常的认真 英汉大辞典编写组成员离世后 陆古孙在追悼子的末尾那样说 时隔25年 说着话的人也走了 2016年7月28日下午 1时39分 陆古孙先生在上海新华医院 与世长子 那天 上海忽然雷声轰鸣 暴雨如注 他是非生中外的英汉翻译家 是醉心于沙翁的学术泰斗 是笔更不错的英汉大辞典主编 更是年年入选 复旦最受欢迎教师的可爱老人 被学生们亲密地称呼为老神仙 陆老先生的大半辈子 都与词典为伴 自1986年接受任命 这词典一编就是一辈子 2500页 20万词条 1700万字 陆老先生以惊人的毅力 完成了中国人研编的 第一部综合性英汉词典 70岁高龄的他 仍然逐字逐句批改学生的作文 在警醒处画上标志性的大眼睛 直到74岁才暂别本科生讲台 全身心投入中华汉英大词典的神改工作 几年前 陆老将讲台搬上微博 在那里与同学们探讨 小清新 萌等新兴词汇的译法 德高望重 却依然能与时俱进 保持着幽默自视 和对于新兴事物的好奇心 不管在哪里 他依然是那个乐观的老顽童 2016年10月2日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我国著名的金融证券专家 谢百三先生 因病不幸离世 中年又18岁 谢百三教授给普通人留下的音响 若是大声疾呼的 意图让所有人听见 那个不同的声音 在学校 谢教授给人的印象 总是不知疲惫的 算不上宽敞的办公室 扎眼的是一张生锈的小铁窗 熬夜写稿更是家常便饭了 不知疲惫的授课 讲习 均可见他对事业爱得深沉 爱得热烈 众多业内人士 经文谢教授去世的消息后 都对他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很希望把他的课堂变得更加多元 就是十四节课 他有三节课是请了他的好朋友 一些成功的企业家 一些成功的金融学者 来跟我们进去讲座 他很希望我们能够从中学到一些 关于投资 关于股票方面的知识 陆伟 富丹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最早的大陆思想类互联网站 思想的卢伟创办者 2016年12月22日 陆伟先生应病逝世 享年51岁 遵照陆伟老师生前的遗嘱 不举办追悼会 不举办遗体告别仪式 不举办追思会 据学生回忆 陆伟老师生前罹患癌症的时间里 还在坚持给学生们上课 发现癌细胞已经转移时 陆教授没有通知朋友 只是停掉了一切用药 保守治疗 依旧与朋友聚会 直到离开前的一两个月 才有朋友发掘他的病情 一位哲学教授 如此诠释了自己的生死观 这个一生崇尚自由的灵魂 终去了自由天国 行天五干击 猛至故常在 精卫贤微目 将以田沧海 这是陆伟老师很喜欢的两句诗 他心中的自由意志 不可抗拒 最后都落在几句诗里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汪熙教授 是享誉中外的著名历史学 中美关系 世界经济学 工商管理学家 他是一位在二战中 远赴美国的留学生 他是一位在讲述中美历史时 会流泪的中国人 他承担着那个时代的情怀 与责任 汪熙先生于2016年12月26日逝世 享年97岁 身为一位经济学者 汪熙先生却对历史情有独钟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不久 汪熙先生便发表了 略论中美关系史的几个问题 突破了以往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苛究 实事求是的讨论和反思了 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外交问题 打开了中美关系史研究的新局面 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也是汪先生的学生 文章不写一句空 火出柴米油盐 与火出风范 终究是不同 复旦大学高分子科学系教授 余同颖先生 因病医治无效 于2017年2月6日10点56分事实 享年101岁 余同颖先生自1958年接受组织安排 从复旦大学化学系有机化学研究 转向高分子科学 如到复旦大学高分子学科的建立 成为中国高分子科学奠基人之一 65年来 先生将全部时间献给了高分子学的建立和发展 不仅用开创性的眼光 发展了生物大分子等研究课题 还为整个中国高分子事业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他的弟子积极活跃在国内外教育工作中 其中的佼佼者如江明院士 杨玉良校长 均曾先后当选中科院院士 除了培养学生和研究课题 余同颖先生多次参加国际学术交流 积极在国际上 发出属于中国高分子人的声音 获得了国际同行 对中国高分子研究的认可 复旦高分子系博士生李浩东先生 曾作诗悼念余同颖先生 先生日人如暮春风 高山安和养 徒子一清分 他对我印象最深的一点 我觉得是他的为人厨师之道 他是一个特别宽厚的长城 性格是比较特别温和 他预事无证 所以他实际上 他是无限的庆祝全心的心力 经历 但他对对个人的名利 名利这方面 他就看得非常的淡薄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原所长 于开祥教授 于2017年2月1日2点50分病逝 享年95岁 于开祥先生1945年 于复旦大学经济学习毕业 留校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其姓名 成就 被载入英国伦敦编著的国际名人录 其编写的世界政治经济和国际关系 至今仍被大多数高校作为教材 于申生学术一丝不苟 待人却宽后有家 对其学生也关来备家 深得学生们的拥护 退休后 社会各阶级很多学生经常前来拜访 探望 复旦教师欧阳靖先生 这般回忆于先生 这位真正的人者 在我生命中留下痕迹 那是严格的专业精神 深重的人性关怀 以及巨大的理论勇气 新优祖国 于开祥教授身上 更有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气质 正如他曾经对学生们讲 你想想 宇宙是那么辽阔 人和宇宙相比 是那么渺小 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 这一次 他嫁和西去 想必也是淡然而自若吧 2017年1月21日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翻译系副教授 刘靖国先生 因病去世 中年45岁 刘靖国先生 都是和蔼可亲的 据学生回忆 刘老师在课堂上 随和风趣 都是用人格魅力 在感化学生 他教同事学武情系 与他们分享音乐 他钻研如是道 却从不讲他的烦门 每年排课 人手紧张的时候 他总和负责人说 没人上 或没人愿意上的课 我上 没人愿意选择的时间段 我去 大概是天度英才 如刘教授好友所言 春天来了 2017年的春天 可你却走了 躺在鲜花丛中 走得那么安详 没有了病痛 却留下了 无限的眷恋和爱思 感觉他把很多苦 很多烦恼 都自己放在心里 给别人的 都是阳光和震能量 所以我觉得 这么好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这么快就离开 云山苍苍 江水洋洋 先生之风 山刀水长 请以此视频致敬 2016至2017年 千世的几位大师 以寄托我们的 无尽爱思 天堂的路上 铺满星星 愿先生们 一路走好